各位同志 大家周末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今天我们继续聊聊黄金白银原油的价格走势 那么今天周末我们主要聊一些大的方向以及重要的事件 那么当前呢最重要事件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啊 价格上限制裁 就是西方G7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石油进行一个制裁 那么周五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方案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案呢主要讲什么内容 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方案一啊将会对俄罗斯海运原油禁运制裁 从2022年的12月5号起生效 也就是说12月5号才生效 这个时间节点一定要记住 而俄罗斯海运的石油产品的禁运规则 从2023年的2月5日正式开始 那么现在是9月份啊 也就是说还有两三个月才会生效 这就给这个石油啊留了一个很大的讨论的空间 以及他们去运作的一个空间 但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呢判断是一个心理的预期 所以呢生效之前啊这个石油反而有可能涨上去 生效以后这个石油反而有可能跌下来 市场是买预期卖这个结果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 就是说12月5号之前呢我们判断原油涨的概率会大一点 因为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节点 第二点呢美国财政部公布额油上线的指南啊 市场上猜测获限在60美元每桶左右 那么之前呢提的是44美元每桶对吧 那这个市场的猜测呢比他们实际的限价高很多 那60美元一桶的话能不能接受呢 可以看到如果说以现在的油价是80多 再往下打达到7字头的话 那这个60美元每桶呢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 也有很高的一个运作空间 比如说俄罗斯可能不会去同意这个事情 但是假设你是在60美元左右的话 那么这些需求的企业 这些运输的企业因为你的差价不大嘛 它可以通过运作呢把这个小幅的差价 给它掩饰过去 如果说现价60美元的话 这个市场的担忧啊反而不是那么的强 如果是44美元啊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第三点啊根据财政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称 该豁免文件将依靠什么交易记录和证明文件来执行 你自己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交易记录啊证明文件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那关系好的有明确需求的那这个证明文件谁来说是有效 谁来说无效啊那还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 所以这个缘由能不能运啊怎么运 其实还是他们说了算 这个证明文件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你说这个证明文件它会对外公开吗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对外公开吧 所以啊这一份的限价我们可以判断呢 它的灵活度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限价的话能不能执行怎么执行啊 是对别人执行对自己不执行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执行的一个文件呢 有很大的一个溢价的空间 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那么七国集团正在努力啊 让很多的公司支持遵守石油价格上限 如果公司试图要过规定 七国集团也会施加相应的处罚 也就是这些能源的进口的公司 对吧这些运输的公司 如果说去做假的话 它会增加相应的处罚 这点我们也讲啊 它毕竟是一个裁判也是它 运动员也是它 是吧 神也是它 鬼也是它 那这种制裁这种处罚 就看这家公司的背景 和这家公司的一个情况了 三点啊 美国和欧盟都并未在文件中 给出具体的数字范围 但是根据指导的意见来看呢 价格上限可能定在每桶60美元左右 那么俄罗斯这个反应什么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说了 莫斯科将停止向实施 价格上限的国家发货 是所有能源 并且到目前为止啊 俄罗斯石油的主要进口国 如印度和土耳其仍然为表态是否加入价格上限计划 首先这个印度会不会加入呢 我们判断呢 加入概率不是很高 除非啊 有非常大的好处 土耳其加入的概率呢 很低啊 因为之前土耳其跟俄罗斯 还有伊朗呢 其实已经通过了一些相关的协议 对不对 所以这两价反而很可能成为一个中转站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的一个制裁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现在只是做一个试探 严厉性还不是很高 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 12月的5日 还有明年的2月5号 这两个时间节点呢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这将会成为你投资原油啊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转折点 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对于这个价格上限的制裁啊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啊 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呢 无疑啊 对市场是一个利多的消息 因为价格上限本身就是影响什么 供需关系的 并且背后呢 牵扯到势力之间的一个争夺 一旦这个选边站队明确啊 那未来的一个竞争 主要的矛盾就很明确了 假设这个欧佩克 不能够做到左右逢源 而是明确的选择了站队 站在俄罗斯这边 或是站在美国这边 那么这个时候 油价的一个方向就非常非常的明确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重点还是看看这个欧佩克 他们的一个选边站队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全球经济状况啊 第一点啊 美国的电动补贴呢 犯重录啊 欧盟官员正在评估 是否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 这个韩国呢 也将会加入 美国汽车行业组织 也对这一项政策不满 他们抱怨获得优惠的条件 过于苛刻 会造成大多数的电动汽车 都没有资格享受啊 税收抵免的结果 的确啊 这个法案非常的苛刻 也就是说所有的生产 所有的组装都必须要在美国 有一个环节审核不过 那你都享受不到这个补贴 那就逼着这个企业呢 想要去完完全全回到美国 但是啊 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之下 想要做到这一点 真的是太难了 那么这条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西方同盟的内部啊 将会形成一定的矛盾 周五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表示啊 俄罗斯有意向向发展中国家 免费提供假肥 他指出啊 虽然说欧盟对俄罗斯的化肥 出口精灵有所松动 但是目前呢 仍然禁止了俄的化肥 通过欧洲港口运往非欧盟国家 因此 大量的俄罗斯化肥 因制裁滞留在 欧洲国家的多座港口 那么这个消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要点 第一个 这个欧盟对于俄罗斯海运的 一个封锁和控制啊 其实目前而言还是非常厉害的 对吧 连这种人道主义 比较刚需的产品 他们都可以去封锁和限制 那么回到这个石油的制裁 价格上限的制裁 想要这个俄罗斯的原油啊 完完全全运不出去 或者说大部分运不出去 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第三点啊 当地时间周五啊 欧洲央行行长 拉加德表示 该央行无法向陷入困境的能源公司提供短期的融资 因为这也是欧盟各国政府的工作 随时准备向银行提供流动性 而不是能源公共事业公司 那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的能源电力公司也好 能源公司也好 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那就是在金融市场里面呢 他们的保证金呢 很可能是不够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注意到一个点 那就是流动性 我们知道呢 很多的公司啊 他本身是在金融市场有做这个对冲的 也就是他们有这个保证金的需求 那根据我们所看的新闻呢 电力公司还有天然气公司等等 这些价格上涨的公司啊 他们的保证金缺口达到1.5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很巨大的缺口 那么现在呢 他们是流动性不足 短期融资比较困难 假设这个天然气和电力不断的上涨的话 很可能使得这些公司啊破产 那么这个时候他逼不得已啊 就会向政府啊 寻求帮助 那么政府如果说提供这个流动性 提供这个金融资金 将会逐渐的控制这些公司 所以未来欧盟呢 很可能会变成啊 资本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 第四点啊 美国劳工部将于下周二公布 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是CPI 那目前市场呢 认为啊 美国CPI同比涨幅将持续的下滑 或从7月份的8.5%下降到8.1% 那这个预测呢 我们认为是高概率发生 就是这个通胀呢 会持续的下降 好 以上就是基本面内容 还没有关注益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本原油投资 不迷路 下面我们进行技术分析的讲解 那么因为是周末 我们就讲这个周线图 日线图 讲这个大趋势 大支撑 大的关键节点 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们所用技术 我们所用技术是K线法则 想要学习K线法则评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益政经营 美元上周 如果说你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应该知道 在这个高点的时候 明确我们就说了 它在K线法则里面呢 已经到达我们的法则的压力位 要下跌 那目前去看呢 是正确的 再往下跌 那么当前的这个 美元呢 是一个空头法则 去做一个主导 那么它核心的压力位 如下 上方的阻力呢 109.49 和109.6 这个区间啊 是多空分界线 假设下周啊 能够真的有效突破 涨上去 那么这个空头法则 就会被打破 如果说它涨不上去 那么下方呢 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会跌到106.4 和106.1 这个区间 最大的一个支撑 是在104和103 之间 这是一个美元 那我们判断呢 大概会这么走 就是走到这个106啊 做一个反弹 然后去测试一下 强不强 如果不强 继续往下砸 砸到这个104和103 所以这个美元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看跌 那么对应的这个黄金呢 我们就会继续的看涨 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呢 根据日线图的一个K线法则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方的阻力是在1744.37 最强的阻力的是在1779 和1775之间 我们判断的话 它去到要一个1744.37的概率 会高一点 也就是1740和1750之间 这是我们的一个阻力位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一波的下跌格局 是没有变的 也就是所有的一个下跌趋势 它是没有破的 看到没有 这一波下跌趋势它没有破 所以它想要涨到这个位置的话 等于是要破这个趋势 那这种难度还是比较高 但是1740和1750之间还没有破 而这个美元呢 我们知道现在需求还是蛮大的 所以它想要快速的砸下来 也不太可能 因此这个黄金会在底部走一个三角形的整理 上次整理就等这个美国的加息情况 但加息50个基点 那这个黄金就砸上去 如果说加息75个基点 那继续往下跌 这就是一个黄金 日线图的一个格局 周线图去看呢 这个黄金无疑就是在争夺这个平台 对吧 你不用任何技术分析 你不用懂任何操盘技术 你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平台 周线图啊 2022年21年22年 对吧 几年时间打下了一个平台 那是这个平台 它能轻易的破吗 所以现在这个黄金呢 能到这个平台附近啊 你宁可堵它涨 真正有效破位以后啊 你再去做空 你都不会失望 所以啊 既然你是一个明确有效支撑的点 你就要在这个点回附近啊 布局多单 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一点呢 我们曾经也提过两次了 对吧 1700和1680之间 是一个买涨的一个机会 做错也要做 我们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在周线图的 是一个纯空头的K线组合 所以当前的这个原油 整体而言还是一个偏空的格局 那么下方最强的支撑是在78.2和82之间 那么上周的这个原油 我们看到已经摸到了这个支撑位 对吧 所以它有一个反弹的需求 那么在色尔图里面呢 这一波反弹会谈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认为会去到89.7和89之间啊 这个位置才有可能下跌 这是一个原油 在这个位置下跌 假设啊 这个原油下周直线上涨 一直突破了89.7 那么空头对它的压制呢 将会彻底的失效 那么原油呢 我们将会看啊 步入正式的上升通道 那么上升通道呢 接下来将会去摸这个100和106 这个价格区间 这是一个原油啊 大方向的一个格局 白银呢 上周我们讲过啊 这个19和18.8以上 这个区间是它的压力位 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一个回调 那么既然你这个四小图里面呢 这个白银呢 是走什么五浪 对不对 那么现在走四浪 四浪理论上呢 不应该啊 这是一个三浪 对吧 三浪支撑是在18.37 强势的五浪的话 理论上它不应该破这个0.5 也就是说不应该破这个18.37 所以这个白银下周呢 你要买的话 建议大家在18.37附近呢 可以重点布局多单 早上去的话 第五浪啊 可以等于第三浪 但理论上呢 不会大于第三浪 所以它上层空间 你可以做一个估算 假设它真的跌到18.37 那么上方目标 就是19.5这个价格了 它的四条图里面 给到我们一个格局 那么在周线上呢 这个白银呢 目前是一个空头的主导 所以啊 下一周多空分界 就在这个位置了 就是上周的一个高点 18.94 就是它的一个高点 不能够突破的话 那这个白银就要回调 回调到什么位置啊 回调到刚刚讲的 18.37附近了 所以中上所述 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 第一个黄金的下周啊 还有反弹的需求 还可以继续的看涨 原油也有反弹的需求 还可以继续的看涨 白银啊 有这个下跌的需求 要去找支撑位 在支撑位呢 还有反弹的需求 美元啊 当前一个空头格局 明确还有下跌的需求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格局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